她是当地有名的致富能人 能把这个车衣 不到现在这个 我对她感到非常的自豪 她要在十天之内 完成370万元订单 短时间赢得财富 能人背后却有一个 不被外人知道的苦恼 她只有一年时间挽救家庭 这一年的话就是 不管怎么样 争取上这个 到那一天一定会失掉的 看四川以拢的何昌玉 一个与时间赛跑的男人 如何要再挽回爱人的同时 还要实现创业梦想 财富无处不在 行动成就梦想 欢迎收看支付经 今天我们到四川省以拢县 去认识一位叫何昌玉的创业者 记者采访时 何昌玉正面临幸福的烦恼 十天时间要完成370万元的 一个大订单 她2019年公司销售额 1720万元 也就是说 十天时间她要完成 差不多一年销售量的五分之一 这件事对她来说很重要 同时也是一个兼具的任务 她说她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 与时间赛跑的 还有她与妻子的一个特殊的约定 那这背后又是怎样一个创业故事 何昌玉又能否如愿以偿呢 这一天何昌玉要选牛 奇怪的是 他先把手伸进了牛的嘴巴里 牛是只有下牙没有上牙 一般牛长到四五个月大的时候 会长满四对小牙 也就是乳门尺 之后小牙慢慢磨损变短 长到一岁半到两岁的时候 牛开始换牙 长出第一对大牙永久尺 也叫对牙 随后每年换一对 直到全部换完 通过看大牙的多少 可以判断牛大概的年龄 何昌玉要找的牛 最低要长出对牙 也就是两年以上的牛 为了让何昌玉看清楚牙齿 姚云松特意把牛舌头拉出来 这样一头一头看 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这也更加让何昌玉着急 能否尽快找起两百多头牛 这也是他十天能否实现 三百七十万元订单的第一步 这次牛 我们买它的话 就是两万块钱左右 但是我们就有办法回去 让它变成四万块钱 我们让它翻倍 十天能否完成三百七十万元订单 何昌玉除了要找好两百多头牛 他还得去找另外一个宝贝 何昌玉 就是靠这些麻度高的花椒和牛的结合 2019年 公司销售额达到一千七百二十万元 而他也只用了六年多的时间 就成为当地行业领头人 是不少人心目中的致富能人 他是市场做得很好的 他牛肉做得好 他有名气大 钉呱呱 是大拇指 一个大拇指就是一个好 两个大拇指就是赞赞赞 有经济太无聊 能把这个摄影 如到现在这个 我对他感到非常的自豪 何昌玉这户企业 他带动的贫困户有三百七十二户 然后带动的贫困人员有一千三百多人 每年每户增加收入三千五百多元 是我们全县通过产业 带动贫困户支付的一个 先进的典型代表 可就这么一个别人眼里的致富能人 最近却遇到了苦恼 而秘密就藏在这保险位里 这份协议是何昌玉的妻子 在今年四月份和他签订的 协议的内容就是看何昌玉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能不能有所改变 工作好的同时多照顾一下家庭 如果他做不到 那就离婚 那么他们夫妻之间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份协议 而眼下何昌玉要做的 十天完成三百七十万元订单 又和这份协议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每天都在跟时间筛调 都没有 没办法 这一年的话就是 不管怎么样 争取上这个 到那以前一定会失掉的 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是何昌玉多年打拼的动力 他创业前曾经是国企正式员工 然而1999年他下岗了 当时这样想到 你撕一条龙的话 你就给我飞起来 你撕一条虫的话 你就趴在地上 我也不说我是一条龙 但是我想 我一定想飞 我一定要挣点钱回来 下岗之后 何昌玉来到了深圳 从摆地摊卖打火机开始 后来开始卖米粉 慢慢发展成连锁店 他通过十多年的努力 赚得了200多万元的财富 可让他高兴不起来的是 离家太远 那时何昌玉和四个哥哥 都常年在外工作 父母都70多岁了 两个老人在家带着 四五个孙子 有一天 何昌玉给父母打了一个电话 让他奇怪的是 打了五六次 都没有人接电话 他第一反应 就是家里出事了 你不当我带几个生 怎么哭的 我都生气 我都不去接他电话 父母亲他是有时间的 陪伴你他是等不起你 父母亲的年龄 他一天比一天大 哪里等得起你 如果留下遗憾的话 那就是终生的遗憾 何昌玉想回家 多一点时间陪伴父母 2014年 他把深圳的米粉店拽让了 带着两百多万元 回到了家里 虽说有更多的时间陪父母了 但一天到晚 没什么事干 也不行 得找点事情做做 心想反正就是说 找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 一个月收入也还可以 比上不足 比下又余的日子 你再去上班 又回到最早的起点 那也不稳定呢 哪一天收没就没了 这个方法是自己给的 没有人给你的 然而让何昌玉没想到的是 为了家人他回到家里 后来他所做的事情 会让自己的家庭陷入到破碎的边缘 当地聚集了不少客家人 这里有养牛吃牛肉的习惯 每年能出栏八万多头牛 可是让何昌玉奇怪的是 当时县里并没有牛肉加工企业 养的牛大多是通过经纪人 把牛拉到隔壁县去卖 因为那里的牛肉产业做得红红火火 本地人辛辛苦苦养出来的牛 赚大钱的却是隔壁县的人 这让何昌玉有点心动了 他想把隔壁县的牛肉加工产业 在老家伊隆县进行复制 2015年何昌玉找到了一个要好的朋友 俩人凑齐三百多万元合伙做牛肉加工 可那时在他们当地 隔壁县生产的牛肉名气比较大 卖得和好 不少人认为何昌玉 他们作为一个后入局的人 机会已是不大了 做这个生意 牛肉生意是当地也很少 有好多头子太大 他有些做亏了就不做了 他不知道他身上有这种牛腱 只要认准了这个东西 他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我们这个地方就叫牛腱 何昌玉才不管那些 看准了就开始做了 然而刚开始做出来的牛肉 不论是在品质还是在口感上都不稳定 两吨多牛肉只能处理掉 一次就亏掉了三十多万元 然而让何昌玉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亏损还只是刚刚开始 对我们来说全部的身价都投入到里面去了 然后你再省市三十多万的话 那就好像要了身价性命一样的 那感觉那很难受 大概也就半年时间吧 他头发就慢慢地白了很多了 我们的朋友都笑话他了 都觉得你不值嘛 劝他早一点停出来少赔一点 2015年亏损67万元 2016年亏损110万元 到2017年总共亏损已经达到300多万元了 到后来何昌玉都没钱买牛肉了 加工厂只能停工 这一停就是大半年 而就在这个时候 何昌玉的合伙人首先扛不住了 提出要撤资退出 老婆跟的底线就是 你不能一个人做 我知道那是很大的一个窟窿 就是个无底洞 如果说他们不愿意做了 就清算吧 这个底线一直在我心中 然后我想这个事情也不能半途而回 如果他不做 那我不做 那这个事情不意味着 我们所投资的所有的都没有了 那我们真一无所有 没有退路 让人不解的是 何昌玉不仅同意合伙人退出 还承担了三百多万元债务 更让人受不了的是 为了能把加工厂重新开起来 何昌玉把家里唯一一套住房抵押出去 贷款了25万元 他要靠这25万元重新开始 而这件事情也给他们夫妻关系蒙上了阴影 住房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最后的底线 我做生意我允许亏 但是它得有个时间限度 这25万就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 我没有退路 那我必须用这25万块钱来翻身 破釜沉舟的这样 牛肉加工这个产业 在当地及周边县市有成功的经验 这看似一个简单复制 就可以成功的项目 为什么等何昌玉干上之后 会连亏三年呢 以至于合伙人都看不到希望 半道要撤资退出 生意做到这份上 一般人都会选择清算 该赔多少是赔多少 及时止损退出 可是何昌玉却做出了一个 不一样的选择 他不仅一个人把加工厂接了下来 还承担了三百多万元的债务 因为他在困境中 看到了一个当地的巨大的市场 这里是何昌玉的加工厂 他把牛头载后拉到了这里 牛肉加工看起来简单 但真正做起来对技术要求很高 加工牛肉有分割 腌制 煮熟 晾干和包装等 二十九道制作工序 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都有可能前功尽弃 到2017年 何昌玉连续窥了三年 其主要原因就是技术和销售问题 何昌玉觉得 只要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 就一定能找到出路 摆脱困境 因为他相信当地有巨大的市场 困境都可以突破的 我们移动一百多万人的话 如果我在移动这个地方 占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二十这个量 那就不得了 也是几千万了 201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 何昌玉认识了这个叫蒲芝敏的人 你好 蒲芝敏做牛肉三十多年了 有着丰富的经验 后来也成了何昌玉的师傅 从他那里 何昌玉总算解决了牛肉生产当中的 一些技术问题 生产出来的牛肉 口感品质都比较稳定 我们的牛肉是大块的 跟小块的不一样 小块的跟大块的杀菌的 它有不同的流程 所以我们当时没有这个方面的经验 主要是它是时间没够 其实还是很简单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方面是 它那个灭菌 必须要达到120亿度的高温 才能杀菌 从蒲芝敏那里 何昌玉还能收到牛肉 这样缓解了资金压力 何昌玉把牛肉生产出来之后 他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销售 以前何昌玉的策略 就是牛肉生产出来后 做品牌走超市 再延伸到省外 可是那时 超市里有不少品牌牛肉 他生产的牛肉没有名气 也没钱去推广 生产出来的牛肉很难卖出去 白天的话有的时候 基本上你也看不见什么人 可能一天就卖了几十块钱 就看着那个账本 怎么才这么一点钱 我那个时候没有想到 不要赚多少钱 想活下来 这是唯一的追求 那时何昌玉每天都在外面跑市场 白天出去 晚上很晚才回来 2017年的一个晚上 天下着大雨 何昌玉开着车往家里赶 那天他实在太困了 突然一个恍惚 车来到了悬崖边 一个鸡杀 好歹杀住了 把我吓一跳 我看一看 外面怎么是悬崖了 如果再往前面走一点点的话 这命就没有了 何昌玉把车停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他一个人待在荒郊椅里 车外下着大雨 饥寒交迫 那天他哭了 他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好像感觉到 上天无路如地无门一样的 在车上睡了一个晚上 也不知道怎么睡 第二天起来 驴路还得走 那一定要把牛肉卖出去 那时何昌玉每天都睡不着 一天到晚就琢磨 怎么样才能把牛肉卖出去 有一天他在村里有了一个发现 而也就是这个发现 让他找到了一条 不要花钱去推广 也能迅速打开市场的方法 很多人消费的观念也不一样的 产品之下的这个实体 这个量也很大的 所以我们最后就 在这个思路上改变了一下 你足有本地 足不走出去 在当地农村 家里有喜事 都习惯于在院坝里摆宴席 宴请亲朋好友 人们管这一样的宴席 叫爸爸宴 吃爸爸宴 必吃九斗碗 酒表示海量 说的就是宴席上的酒大菜式 而这第一碗菜 大团圆里面 主要原料就是牛肉 外妈百元必须要有牛肉 没有的话 客人就觉得这个喜啊 菜不应 这是一道主菜 我就不成喜 一定都有牛肉 何昌玉想着 既然城市打不开局面 那就回到农村去寻找机会 那时 他不放过任何机会 哪怕是有人 只要半斤牛肉 他也送 何昌玉相信 市场是跑出来的 通过半年多的努力 事情总算有了转机 何昌玉在不断地推销中 认识了这个叫张胜的人 张胜是一个 做爸爸宴的厨师 在当地有一定灵气 他每天都要采购不少食材 其中牛肉 是必不可少 因为做酒席的 他都要去找厨师 厨师这个 我们从这里是一个突破口 厨师的信息很广泛的 之前都是自己加工的 自己加工口味啊 这些不稳定嘛 在春节的时候 我们又忙不过来 以前村民做宴席 都是自己买菜 自己找人做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的观念也发生变化 现在更多的人是选择 让专业的厨师来做 一条龙全都承包给厨师 而做爸爸宴讲究的是快 以最少的人力物力 把宴席尽快做出来 于是何昌宇对牛肉加工工艺 进行一些改进 专门生产出 命向农村爸爸宴的牛肉 牛肉只需要切片装盘 现在它就太方便了 买回来就可以吃 用它这个牛肉的话 比我们自己加工 还要节约一点 现在我们口头的话 有150、60万 因为我的牛肉呢 我品质也做得可以 然后我价格也便宜 然后我还生活可以 它也方便 它为什么不选择我的呢 因为我是解决了 别人的麻烦这一块 我也给自己了一个机会 何昌宇和张胜终于达成了合作 这也让他在农村市场 找到了突破口 这样一传时十传百 他生产的牛肉 在农村慢慢有了市场 后来不少城里的饭店 也用上了何昌宇生产的牛肉 2018年这一年 就实现扭亏为盈 年销售额972万元 从他这里有个突破口的时候 我心态就稳定了 我觉得这条路没问题 他影响很快 一下子就起来了 何昌宇在一笼线站稳脚后 还开拓了外省市场 可是有一个问题 一直困扰着他 如果他的牛肉产业 想要做得更大 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花椒是一种 很常见的调味品 在川菜里用的比较多 何昌宇做牛肉 需要花椒来提味 他每年都得需要 一百多万元的花椒 而花椒的麻度 是何昌宇最看重的 有些麻月 这个风 口感它起起来 市场上很难买到 像我们这样的花椒 由于市场上采购的花椒 麻度参差不齐 这样生产出来的牛肉 会影响到口感 何昌宇觉得 要想做到品质稳定 就得从源头做起 那时他看到村里部分土地 没有好好利用起来 何昌宇想让村民 一起来种花椒 但不少人对种花椒 有顾虑 我先种 我种好了 有效益的时候 他自己来管理 我就省去我管理的成本 花椒我又回收回来 排除了外部出去的顾虑 2018年 何昌宇示范种了 200多亩花椒 还成立合作社 带动当地不少年轻人回家 从事养牛 花椒种植等相关产业 何昌宇通过发展产业 助力了脱贫攻坚 2019年 公司年销售额 1720万元 我们都是给他进行 订单式生产的 对我们的销售 有很大的帮助 至少我们能够保底消费 能够卖得出去 我们是把牛养好 就交给他 他就投宅 他去做好牛肉 面向市场 何昌宇的事业 逐渐有了起色 可陪家人的时间 却越来越少 今年4月 他的妻子 还和他签订了一份协议 约定在接下来的 一年的时间里 看何昌宇能不能有所改变 否则就离婚 何昌宇要尽快完成 公司今年的目标任务 那样他才能抽出更多的时间 去陪伴家人 而眼下他要做的 就是10天完成370万元订单 这对于他来说 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当时算了一下 我说这个订单量 按我们日常的生产来讲的话 太大了 如果说按我们平时的量的话 来生产这个订单 至少得一个月的样子 我总交不出来 他就不要睡觉了 加班做了 我要先装了 因为他们也是 插着时间来的 留给我们的时间就是不多 只有10天时间 决战10天 必须完成的 何昌宇没日没夜地赶货 通过10天的努力 总算赶在交货的最后时间 完成了370万元的订单 也让他松了一口气 今天就是最后一天 我们刚好这一车祸发走 就是刚好全部完成任务 很不容易 但是很开心 虽然累快乐了 何昌宇10天完成了 370万元订单 这也为他在接下来的一年里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要努力做好事业的同时 腾出多的时间去陪伴家人 正如他在协议结束的时候写道 共课时间再去浪漫 我们这个家 我觉得创得也不容易 白手起家 肯定不想闪掉了 我希望他能稍微 抽一点时间出来 多陪陪小孩 实际上是谁都不愿意 但是我想是经过我的努力 能不能够换取 他的心态的评程 然后最终的 我们还是和好中原 采访的时候 何昌宇的妻子 私下跟我们记者说 他特别想让何昌宇改变一下 不能只有工作 没有生活 只顾事业 不顾家庭 在这里我们衷心 祝愿他们家庭事业 都和和美美 同时也提醒广大创业者 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记得照顾家庭 创业很大程度上 不就是为了家人 过上更好的日子吗 好了观众朋友 本期的制服经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